今早9點多已經出門來高千水峽 打算泊車在最近乘船的位置 即是最多景點 誰知早前已經動了牌 說滿了 我們就來了這個便宜點收費 但遠點的停車場 就要300日圓 就在報道的另一面 不過沒所謂 因為走這個報道都是一個圈 不是特定的拍在租船附近 其實拍哪裏都沒所謂 今天這麼滿 是因為今天星期六 而且天氣很好 所以特別多人 如果大家碰到我們這個情況 一定要早來 這裏就是宮崎縣的地圖 我們在上面 這裡 他有介紹這個圓的景點 除了高千水峽之外 還有很多東西看 看到這個牌 寫著真命井之鎮 就是我們要去的地方 沿著石級下去 走那個步道 大概走十分鐘左右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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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来这里有铁鱼的 可以租资光店 早上10点至下午4点都有 前面还有一些卖手信店 这里有两间是吃流水面的 手信店 原来10点就开了 在Google看 它说11点才开 好像说下午超级多人 我之前也吃过这一间 它就在上面放些面 它就在那条通那里 你就用个筷子阻着面 如果你摘不到的话 就会跌到前面的盆 那这里有个套餐 它就是1500日圆 包上一条鱼的 我记得旁边这间 都是吃流水面的 不过好像还没开门 是关门了 可能晚点才开 这里就是钓鱼的 但很小 没见到人钓到 这档钓鱼好像没什么生意 晚点不知会不会多些人 拍完照之后 我们就沿路走回停车场 其实这里 重点的节目是参船的 不过就留一些年轻人玩 他说这里以前有个神社 水很清 我看到一条大的沉龙鱼了 好像还可以买些粮子喂它 100日圆可以买一个粮子 那条鱼 那条鱼 这条鱼也在这 它不吃的? 不是 原来它不吃的 你不吃? 不吃 都不吃的? 离开了这个高千岁之后 我们大概半个小时 车程就来到这个 道枝翼的休息站 好像是新起的 洗手间也好像很新正 下面可以走下去拍照的 现在我们眼前这个 就是卖的物产馆 然后它有吃饭的地方 然后再走下去水那边 就有得拍摄一些花 那些 拍摄一些糊 这里叫做清和文乐馆 在左边这个馆 就有些资料 表演可以看 右边就是物产馆 食堂还有洗手间 这里就是那个食堂了 看看有没有东西合适 就好像用自助机买的 它有天赋罗乌冬 有些鱼的饭 如果喜欢坐外面的朋友 这里也有一些位置 如果是在里面 榻榻米的位置 或者是普通台也有 这边就是物产馆 这边当然会买一些 是荣本苑的手信 因为我们已经在荣本苑 这里 我们进了一间 手打乌冬专门店 它有得选热和冬 这家店价钱也很大 其实它这个套都是1100元 这个就是定食 有两款肉 蛋饭 原来再加烏冬 热的 还有些植物 因为它是定食 另外我试一下冷的烏冬 刚才试过热的就很烟 这一款就是再加天赋罗乌 就是热的肉 都挺推荐大家来吃的 因为它真的是手打 是硬一点的 烏冬 还有店员的服务态度 非常之好 他知道我们不懂日文 他很努力地介绍 一个餐牌给我们听 那门口都有很多位停车 大家不用担心 来到第二个休息站 这里照做通润桥 它是在9点至到3点钟 会放些水出来的 在1点钟的时候 在这条桥中间 上面看到一个洞 就会放很多很多水出来的 那里那个洞 应该放水 不过可能是硬了 现在过了一层多半个小时 现在没有水 这里原来有些guided tour 不过是要报名才能参加到的 很多人可以沿着这条石子路 就走进去到桥底 这个是世界设施遗产 它是关于水利的东西 这里就有说了 你看看 原来这个是国宝 离开这个通润桥之后 我们大概要駕多一个小时 才会去到洪本市 如果大家喜欢今次的介绍 记得点赞订阅 分享和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